我告诉你啊,马上过年了,要是还不会炸黄花鱼,那你就认真把视频看完,炸出来的黄花鱼,外酥里嫩,特别好吃,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。 炸黄花鱼,我们首选这种谈过恋爱的大黄花,去头去齐去内脏,洗净后加葱姜,花椒粒,料酒,盐,胡椒粉,抓匀腌制20分钟,空碗中倒入一包小熟肉专用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, 加入适量啤酒,调成酸奶状,然后加入一勺食用油,炸出来更酥脆,搅拌均匀,再把腌好的鱼,上面的水分刮干净,倒入调好的面糊,每天都在用心浇桌菜,给我个小熟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。 薄薄的裹上一层,五层油温分开下锅炸,刚下锅,你别跟茄子马上翻,锅20秒,再来回翻动,中火炸5到6分钟,就可以出锅。 黄花鱼,你像我这样炸,外酥里嫩特别好吃,凉了也不会灰软,不会了,赶紧试试吧。